大陸的快食商店商薰盈 在非洲购物中心 推出为期十天的快闪电 南非约翰尼斯堡 数百位民众排队等待入场 希望能买到物超所值的便宜产品 然而便宜归便宜 薰盈和TAMU有11款产品 被韩国检测出 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包括两款凉鞋 面含量超标2到9倍 三款帽子甲犬含量超标2倍 两款铝锅面含量也超标2倍 两款指甲油有害物质超标3.6倍 首尔市政府预计要求平台 下架这11款产品 因为市占率实在太大了 国内入口的职购率 近年50%增加了 国民主席国民主席国民主席 国民主席国民主席国民主席 管制庁所得到的材料 在本年1月至6月 国内入口的电脑购率 大陆拼多多 一个月的出货量6万吨 需要90班货机 以华航全球第六大的航空货运业者来看 目前的总机队也仅18架 随着大陆电商大举包机 运价9月起将被推升大涨 这位前谷歌工程师2015年创立了拼多多 一个以奇地价格和大规模促销文明的电商平台 他迅速跻身全球富豪榜前列 拼多多不仅早就超越淘宝 创办人44岁的黄征 日前以486亿美元的身价登顶大陆首富 超过从2021年4月以来 一直占据榜首的农夫山群董事长钟珊珊 TVBS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